国民兴学校四年级找一次教学指南出炉之后 引起教育团体和华团反弹 董教总坚决反对新指南 并批评教育部网顾和教育团体对话的内容 而华文理事会则认为 让简单多数决定整体学生是否要学习找一次 有违反宪法之险 董教总今天发文告反对教育部日前发布的 小四找一字教学指行指南 不满教育部出尔反尔 漠视今年8月21号和华团及印度团体对话的内容 文告提到在新指南下 家教协会只是冲作发售问卷 向校方汇报结果的角色 如果校方或家协没有派发问卷 就被视为同意推行 董教总认为当局的说明失去了 为课程及评价标准提供选择推行的原则 董教总因此定星期四召开紧急会议商议此事 董总主席陈大锦接受本台访问时 也表达了他的看法 我想这个已经严重了 边缘化董思维的主签 所以我想这个基本上 其实在文化团跟印度团体 在尔反尔一号的时候 教育部已经展示了内阁的一个 一届的修订往后的这个课程 跟ESKB 其实当时是说要家教家长 跟学生同意之下 我想假如以这样的情况 是已经违背了当时的 这个简单多数 这个简单多数的 五四家长的接听 这个Week的推行 这种完全违背了当天 谈话的内容 华文理事会主席 拿督王洪才也认为 新指南将董事部彻底边缘化 尤其对东马许多 没有家教协会的学校而言 影响最大 再来华理会也不认同 让51%的学省家长 同意授课的做法 质疑这一点有违宪之嫌 因此也会在这个星期天 召集雪隆区 100所国民行小学的代表 集体召开记者会表达抗议 这个我们华小的保障来说 这是一个很大的缺口 而且我们认为 这个只是用51%来决定 是否上这个贾运科的话 这个也违反这个宪法 因为宪法也就是说 有保障说 家长没有权利选择 他们要学习的语文和科文 这个方面 所以不能够用49%也好 48%也好 也说要结束51%的学生 和家长的论同 就他们要学习 另外华总会长吴天全也发文告 担忧新指南对一些 微型华弹小冲击甚大 尤其当这些学校长期依赖 非华一生 包括乌易学省维持生源 才能让学校得以生存 恐怕在推行找疑文字课题上 将出现矛盾和意见分歧 马新社电视 李运祥采访报道